未來徵收碳費的碳定價為何 今天環境部長薛富勝表示 明天將會舉行首次碳費費率 審議委員會會議 針對定價 環境部沒有預設立場 交由委員會來決定 至於電價長要開增碳費 他則表示環境部不能只站在環境 推動的考量 也要衡量與國際接軌的情況 環境部明年開增碳費 國內五百五十家排碳大戶 將為首波對象 要繳多少錢呢 環境部表示 已經公佈碳費費率審議委員會名單 週五下午將召開首次會議 由委員會來決定 面對四月即將調整電價 決定費率時是否也會納入考量呢 部長薛富勝表示會通盤考量 環境部不能只站在環境 推動的考量 我們會衡量整個台灣以及跟國際接軌的情況 環境部估算 若碳費每頓收三百元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規模 將達四百億元左右 部長薛富勝強調新政策推動 需要時間醞釀 也聽到業界對開增有顧慮 因此碳定價會考慮業者的競爭力 針對歐盟二零二六年將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出口 歐洲的商品要申報碳排放量 購買憑證 那在國內繳交的碳費可以理解嗎 而針對推動固體再生燃料SRF取代煤炭有助減碳 經濟部過去曾表示SRF為綠能 上午部長薛富勝定調SRF不是綠能 以著手修法要將產品分類不適合的材料將剔除 從源頭管制另外也會加延排放標準 申請案會再增加兩道關卡 除了書面審查也要實地現刊 檢視試車情況 記者林靜媒謝麒文台北報導